我們需要懂得開這個CRO 我們只需要扭動這個按鈕就可以開動 這個LED亮了表示它正在運作 你看到這個零光幕就是有一點的光點 如果你覺得這個光點太暗的話 你可以調光或者調暗 譬如我們調暗它就是這樣扭 又或者我們以太暗就可以扭光它 另外我們可以調焦點 可以令到它比較萌一些 又或者令到它比較清晰一些 通常我們都會把這一點光點 移到一個參考點 即是中間的點 我們會扭動這個按鈕 令到它橫移到中間 另外就會扭動上面這個按鈕 令到它去到中間這個位置 作為一個參考點 然後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Time Base就是這個按鈕 現在令到它最右手邊 即是External Time Base是Off了 這一點見到就是靜止不動的 如果我們想開了它 就是扭動這個按鈕 令到它由左邊去到右邊 一直這樣發下去 大家看看這個指針自主 就是100個MS 意思就是說 那點光點由左至右走一大格 所需要的時間就是100個MS 如果我們繼續扭動這個按鈕 譬如扭動到10個MS 意思就是說 那個光點由左至右走一大格 所需要的時間就短了 即是10個MS 所以就走快了 好了 如果我們把它更加快 譬如1個MS 100個Micro S 甚至是10個Micro S 那一點的光點 已經變成一條打橫的光線了 謝謝 我們我們有的 請霸氣 請我們品嘗一下 如果我們請你 不用信念 吧 這次做得很 avent 可以嗎